这座松茅岭战斗烈石纪念碑坐落的地方 就是当年医疗帐篷的临时驻扎地 不少富商过重而牺牲的红军战士和百姓 被就地埋葬在这一带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离我们远去 一万多名红军将士 永远长眠在了这崇山峻岭之间 打开那历史珍藏的斑斓花卷 让我们站在你们的面前 感受那信仰穿越世纪的灯展 感受那耿烈阴魂壮丽的花卷 你们是精神丰碑的凝聚 你们是思想旗帜的招展 你们是民族前行路上的光焰 你们是历史长河高扬的风帆 我们至尽先烈 我们灭怀先烈 我们似乎听见 似乎看见 你们是那首秋歌如此凯然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我们似乎听见 似乎看见 你们是那场行军 举世罕见 为了请起新中国的花冠 写下了两万五千里长的诗篇 我们至尽先烈 我们不忘先烈 你们的当年啊 也是青年 却有着面对代谢杂斗的勇敢 你们的当年啊 也是青年 却有着在烈火中永生的无憾 那大刀进行去中奋勇杀敌的青年 那黄河大河唱中奔赴前线的青年 那化作漫山遍野鲜红赴倦的青年 那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青年 我们至尽先烈 我们高位先烈 一个名字 一尊奉碑 一串名字 一代伟岸 不断重温 先烈的坚真与信念 因为忘记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 看星河路起 燕正横 明刻李大昭先生的真言 打与青春之大道 创建青春之国家 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们就是千千万 我们就是千千万 一寸山河 一寸血 一泡热土 一泡魂 在长廷县南山镇 松茅岭山脚下 有一位老人名叫钟仪龙 近七十年来 他一直坚持寻找 收敛 祭扫 在松茅岭保卫战中 牺牲的红军战士一孩 无怨无悔 甘当长征起点红军烈士的 守魂人 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外面工作 为什么就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没有唐明堵住 现在就没有我的家 这不仅是良心 也是革命的本心 那80年退休之后 还要做我们这个 松茅岭战斗纪念馆的 异股的讲解人 把家里的房子 整修了一下 我听说是拿出了所有的 积蓄五万块钱 又办了一个红色家庭展 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个展 传承这个红色基因 是一处一处传下去 因不变色 一代一处传下去 又要红极飘望 从他教育下一处 若要红极飘望带 重在教育下一代 这是52年 中老参加土改时候的 一个工作笔记 还专门做了一个柱 什么时间参加土改 到什么地方去 前半部分丢失了 2004年又找到了 但是中老我翻到一篇 我特别地感兴趣 叫《宋郎歌》 这是当时是什么情况 这个记下的这个宋郎歌 就是52年 52年 这个歌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下 看看这个本地的宋郎歌 比如我们这个流传最广的 有一首歌 全会只会唱两句 宋郎搬红军 妹妹在家中 就全部重复这种调 宋郎当红军 妹妹在家中 妹妹在家中 好像后面就是一直 让他不要钱挂 你跟着红军走 妹妹妹会相信 刚才中老在屋里还说呢 说这个家里的孩子 也都是共产党人 全部都共产党人 好啊 我家里面也是一个共产党人 好 骄傲 那中一龙老人呢 今天正好是90周岁的生日 按照客家人的习惯 应该是91大寿 昨天还是中老入党65周年 我们要给中老道喜 健康快乐 我们也表达一个心意 请思思准备了个蛋糕 思思啊 来啦 来来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天天正步 谢谢 为国家祝福 跟他共产 谢谢福日通海 寿比南山 周老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 祝您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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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天空正步 这就是苏毛岭战斗的无名烈士墓 那1950年 钟一龙老人和村民们 发现了红军将士的遗骸之后 就要建一个无名烈士墓 1953年 第一座烈士墓建成了 当时想给我们的烈士们 立一块纪念碑 因为本地是石头山 能有像样的砖头也很难 所以说很多老百姓 是从家里边捐出砖头 建立了第一座 无名烈士墓的纪念碑 这个烈士墓呢 是去年重新修建的 今天青山翠竹间 依然回荡着我们心中的英雄赞 正像那句话所说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事迹永远传说 观念观光观世界 第一座流 读音机 青山侧耳听 侧耳听 青天向内敲尽谷 大海洋不作声 任命战士取虎报 舍舍往死报告凭 随身往战起雷如荒 英雄的鞋却染风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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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胡椒 跑生龙 翻江倒海 天地崩 天地崩 双手紧握抱破痛 怒不盼火热血涌 长征精神也就是不屈不挠 不怕牺牲 不为困难 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 那些崇高的精神 可能要用一生去践行它 今天再看新长径 我觉得我们可以告一先烈 我们的英勇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流血牺牲 都是值得的 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们继续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为什么我的船呈葬 英雄的生命 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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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船员 我们的船员